幾乎可以算是最驚恐的一次 Oh my God Oh no 天啊 這隻獵豹它竟然在我們車上面尿尿 獵豹終於下去了 我們安全了 我們…我們安全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金剛的獵豹的尿尿 竟然在我們鏡頭上面 我… 然後我的攝影機在他陳一宗身上 全部都是尿 獵豹的尿 我們整個新聞採訪生涯當中 最驚恐的一刻 竟然有兩隻獵豹爬到我們車上 然後… 我們差一點變成他們的大餐 歡迎回到生命的遠征 聚焦東飛大千禧 3000公里的移動旅程 牛林會面臨無數天敵 但沒想到 在一旁紀錄拍攝的我們 竟然也成了食肉者蟹魚的對象 以上的畫面是完全真實的記錄 高度進化的肌肉骨骼 完美律動的體態線條 從零加速到100 只需要4.3秒 最高時速可到120公里 獵豹是陸地上跑最快的動物 它通常會匍匐接近獵物 在30公尺內展開致命追逐 最後用精銳的牙齒 一口咬斷動物的喉嚨 獵豹對比牠們體型小的 哺乳類動物最有興趣 像是小牛鱗 笛鱗和野兔 也包括人類 因此獵豹 是非洲最凶猛的食肉者之一 被稱為草原殺手 這三隻獵豹是兄弟黨 廣闊無遮蔽的草原 正是他們狩獵的地盤 但聽解說員說 這兩天一無所獲 三兄弟積城陸陸 原本睡眼心松 突然一隻起身了 另一隻開始 向我們的吉普車靠近 畢松 這裡 它走進來 接下來是我們怎麼想 都想不到的畫面 一個抱頭從車頂竄出來 獵豹上車了 立爪弄得車頂咫嚓響 航關旅客輕聲尖叫 但我們牆中鎮定 繼續拍攝 不 先放鬆 這時另一隻豹也上來了 這時另一隻豹也上來了 我現在可以看到 又有另外一隻獵豹 對我們的車子也非常有興趣 現在也爬到我們車子上了 而我們的攝影機 現在還是持續地在拍攝它 這兩隻獵豹 這兩隻獵豹 對我們的車 非常有興趣 現在有隻獵豹下去了 現在有一隻獵豹下去了 現在還是那一隻獵豹 然後還在我們的車上 拍子 他現在又到了我們的屋底上 這隻獵豹之所以想要上我們的車底 其實他是想要得到比較好的視野 銳利眼神 鋒利牙齒 抱頭距離我們只有幾十公分 車內一共六個人 手無寸鐵 更沒有獵槍護身 獵豹當前嚇得發抖 卻不敢哼一聲 一陣東張希望後 沒想到這隻獵豹竟然在我們車上解放 你需要說什麼嗎? 我很害怕 請不要看我 請不要看我 現在這隻獵豹 第二隻獵豹要跳上我們的車頂 其實我們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很害怕 獵豹都會對我們有興趣 現在我們 我和攝影記者陳一松 正在經歷我們人生當中 幾乎可以算是最驚恐的一次 天啊 這隻獵豹竟然在我們車上面尿尿 這就是野生動物 你永遠不知道牠要做一些什麼事 這隻獵豹 獵豹終於下去了 我們安全了 我們安全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金剛的獵豹的尿尿 竟然在我們鏡頭上面 然後我的攝影記者 陳一松身上全部都是尿 獵豹的尿 我們真的 我的衣服也都是 我們真的是經歷一個人生當中 還有我們整個新聞採訪生涯當中 最驚恐的一刻 竟然有兩隻獵豹爬到我們車上 然後我們差一點變成他們的大餐 有跟我們一樣重生的感覺嗎 有有有 剛剛我跟妳講 真的是 我這一次上中覺得最可怕的一個 因為我距離那個獵豹 大概只有一公尺 這隻很可怕 就是看牠那個頭伸出來 然後那個腳伸出來 我很怕說 牠那個一跳下來 就到我身上去了 兩隻獵豹從上車到下車 短短七分鐘 感覺卻像過了一世紀 但就在我們以為自己死裡逃生的同時 三兄弟竟然再度靠行 三隻獵豹圍著我們的車子打轉 擔心車子發動會傷到他們 我們只好留在原地 卻也無處可逃 請走 請不要 顯然獵豹沒有聽到我們的心聲 第三隻上車了 牠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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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獵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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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前面 這隻獵豹 這隻獵豹現在坐在我們的引頸蓋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獵豹對我們這台車子沒有興趣 好 牠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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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獵豹又到我們屋頂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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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現在一直獵豹 在我們的車頂上 我們現在 完全不敢動 因為這時候必須要保持冷靜 所以我們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我們可以聽到她的腳步聲 天啊 她現在臉朝我 她真的 她要下來 她要下來 她先她ro下 她身後 什麼可以做 她會頒著 她會頒著 她會跟她圍著 她會頒著 就有看到她 對 我肯定 我们都非常紧张 他说你可以转 等他又回头了 他说你可以转 所以你不要跑 真的吗 你拍就好 我拍就好了 你随便拍到 猎豹就在我们的身体上 距离我们大概不到一公尺 终于下去了 猎豹三兄弟走远 我们总算脱离险境 近距离接触肉食动物 我们个个吓得一身冷汗 但为何猎豹不怕人类 远番上车 而饿了两天的三兄弟 又为何会放过眼前大惨 他们可能的妈妈做了一样 所以他们就学习从妈妈 因为当那些猎豹子 被打扮成了 他们追求 或是学习 让他们看他们 看他们的妈妈 做一切都是 这些娃娃给他们的支持 他们都会来到这里 然后他们会来到这里 所以从这个地方他们会来到 然后从上面 他们会有很座的视频 对他们的围绕 对他们的围绕 也很幸运 但他们会来到这里 他们觉得他们的屁股 所以他们会继续回来 他们会来到这些屁股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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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的爪子多丰厘 可以看到他的爪子多丰厘 可以看到他的爪子多丰厘 有点多丰厘 不,不在意义 不,不在意义 不在意义 可以看到他 可以拍摄 可以看到他 可以拍摄 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能力 可以帮他进来 他们没有 进车 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攻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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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学习的行为 那是我们学习 因为如果是猫 或是猫 我会不会让他进来 一米 与猎豹三兄弟的近距离接触 惊险万分 也永生难忘 从旁观者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 猎豹身形的巨大 如果其中一只 兽性大发 我们也只能任暴宰割 但其实猎豹的生存环境 比我们还要危险 出生不久的小猎豹 通常会被狮子屠杀 每二十只 只有一只存活 加上猎豹不吃接来食 只吃自己捕猎的动物 但常有狮子 猎狗 狐狼甚至秃鹰 半途拦截 抢走他们的食物 种种原因都让猎豹生存艰难 全球现在只剩下一万两千头 属于冰围动物 我们所处的马赛马拉草原 更只有五百头猎豹 猎豹上车也许是和人类的互动 但也或许是我们这些游客 侵犯了他的生存领地 打扰了三兄弟的猎食 因此上车给予警告 警告人类 他们才是这片大草原的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 禅